其實有關之後採取的 我覺得可能是會做的應對 或者是詳細的 有關今次拘捕的一些亂理據等等 我都是要跟我的法律團隊繼續商討 我們接近9月1日是要再回來報告 我今次其實是需要 以2萬元的現金 和18萬的人事幹部 保釋出來 後來我繼續回來報告 和我的唯一一本的旅遊證書 我的特區護照 亦都是被獲收的 那是國安法的特別法庭的書官 是簽了一份文字 就是讓警方是沒收了我的旅遊證件 那究竟幾時可以拿回這個旅遊證件 就是你還沒收 是 繼去年612包圍症狀之後 你是被控這個線畫 和這個未經批准非法特別 到現在再被控這個國安法 你很可能會受到很嚴重的判認 對於政府不權的檢控你 而你可能會遭受很嚴重的懲罰 有什麼次數呢 坦白說今次的拘捕其實真是非常之突然 的確在昨天由早上 由黎智英或者蘋果日報的一些高層 去到一些年輕人都有被拘捕 我自己由國安法成立的時候 當然我作為一個社會運動的參與者 當然也都是有被打壓 或者被以任何罪名拘捕的一個心理上 但是昨晚當警方來到我的家 是要求搜屋 而且搜屋的範圍 以往很多時候搜屋都會 只是當事人 就是我的房間 但是今次法庭所批出的搜查令的範圍 非常之廣是全家屋的 所以是不單是我的房間 是連隨我家的客廳 或者我家人的房間等等 全部都有被搜查和沒收了一些證物 往後我會面對怎樣去打壓 甚至會不會被起訴 會面對怎樣去判明當年 是一個未知之數 而且現在在我身上 不單是今次國安法的案件 還有就是 剛才你也有看到就是 就是因為整種的事件 不是中國家子 都要去面對一個判刑 但是對我來說 參與在香港的社會運動當中 能夠成為爭取香港的民主和自由的一份子 我是無悔的 You think it is a political prosecution Well, it's obviously a political prosecution and a political suppression. I would say the arrest this time is very ridiculous, and until now I don't understand, I don't completely understand why I was arrested. So yesterday when the police arrived at my home, and said that they have to do the house search and arrest me, frankly speaking I was quite shocked when they came but it is obvious a political prosecution not only on me but on many of these Hong Kong people and activists on Hong Kong so I urge the authority to stop these kinds of ridiculous political prosecution they might be wrong we all came to face I was looking at these times in the crime of the police in the police I was talking about the other but I didn't get our train, including police police and police officers and with the crime of the police 還有就是要下指紋 但是指紋這一個部份 其實以往我被拘捕的時候 或者說這幾年前 我被拘捕的時候已經是要做這個程序的了 所以唯一你說 因為國安法跟我以往被拘捕的經驗不同的 就是一陣是那個擔保條件是非常的重 我這次是人事擔保18萬 再加上現金擔保2萬 即加上20萬的一個保釋條件 其實都以保釋條件來說 是相當之高的一個金額 但是未來究竟不論是我 或者其他跟我同一天被拘捕 被以國安法拘捕的朋友 到其他的參與民主運動當中的香港人 究竟會面對怎樣的情況 這個仍然是未知之數 所以各位香港人一定要小心和保重 我想問呢 國安法說沒有追溯期的 但是你覺得警方是以什麼 以這個月香港人成立以來 哪一天的罪名是拘捕你 用國安法來拘捕你 其實根據我在警方裡 警方對我和我的律師團隊的說法 警方拘捕我的理由 就是我由7月至今 是利用社交媒體去勾結外國勢力 所以其實是非常之空泛的一個理由 究竟是哪一件事件 即是7月到今天8月 差不多8月中 究竟是哪一個事件 或者是哪一個社交媒體 是出了問題 或者是跟我有關呢 其實是沒有聽說過的 所以到現在我仍然對於 今次拘捕的理由 是相當之不明所以 那究竟接下來 政權會不會進行這個起訴 當然啦 如果他真的進行起訴 我會面對 當然就會是一個 更加嚴峻的一個狀況 那他會進行起訴 現在還沒有人知道 但在現階段 我的旅遊證件已經是被活收 因為在上次警方的案件 不過我是有被限制 是不能夠是出刑的 但是就沒有沒收到我的旅遊證件 但是今次呢 就有沒收我的旅遊證件 就是引用了這個國安法 和那個的實施細則 第四十三條的實施細則 就是沒收了我的證本的 但是要沒收到何時 是還未知道 也都在相關文件上面 是沒有寫的 我想問呢 就着國安法呢 你有什麼想記住香港人 有什麼可以面對 其實我今次的被捕 真是非常之突然 坦白說 我在參與所有運動 這麼多年 去到今天 我是被捕了 總共有四次 在這四次裏面 今次坦白說 是最害怕的一次 所以 當我想到 未來都 會有更加多的香港人 是面對 跟我一樣 甚至比我更加 嚴峻 比我更加痛苦的一個狀況的時候 我知道 香港人爭取民主的路 是 竟然是不容易走的 一條路 但是 剛才我在 這兩 這四個小時 我被透露了 超過二十四個小時 在這超過二十四個小時 在這超過二十四個小時 裡面 我是被透露期間 其實我都一直 收到很多 來自香港不同的朋友 還有 甚至是外國不同的朋友 很多支持鼓勵的說話 因為我的律師團隊 都有去轉達 甚至是 給我支持我的 一些hashtag 所以 即使我在裡面 很冷冰冰的一個地方 但是仍然我是感受到 很多人 是來自世界各地 不同的人的支持 還有 鼓勵 所以 我希望每一個香港人都知道 即使這條路是很艱難也好 但是 有很多人是陪著我們走的 我們是要繼續堅持下去 要不要用日文 講一講你這次的中語 和你的感受 不如 日文 回體就 我們再 再沒有中文的問題 請問 請問 有一個 etc 請問 可以有發言嗎 有一個抗議的區域嗎 我想 有一個GPS 有一個 請問 請問 使用 交連與 有經歷 與 公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各位各位,我曾經做過很多的支持,所以我曾經做過很多的支持, 非常感謝。 為什麼一個人說二十萬一個人說十八呢? すぐ第一階面 controls 黎佑林咲持 十八分 要快呀 應該差不多了吧 去看看泥山吧 叫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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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